中演协将吴亦凡 郑爽 张哲瀚等88人列入警示名单 23日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分会 公布了第9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警示人员共计88人 其中 包括吴亦凡 郑爽 张哲瀚等演艺人员 这也是首次将违法师的艺人纳入网络主播警示名单 就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 记者采访了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分会负责人 上述主播在直播活动过程中发布还有严重违法违规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且社会影响恶劣 经额分会内容评议委员会 对主播直播的违规内容或行为进行审核 评议 评议完毕后 由分会向社会公布警示名单信息 并下发各平台封禁 红图报主管部门备案 此次名单中还有两个违规方向值得重视 一是发源于艺人粉丝中的饭间问题 也开始在主播粉丝中蔓延 一些粉丝在明知主播自身存在问题的情况下 以诸多不理智的方式扭曲黑白 煽动粉丝对立 打击其他主播和用户的正常发声 甚至无视法规采取各种极端手段 报复其所在平台 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另一个是逐臭神丑不良内容导向频繁出现 以装疯卖傻低俗搞笑哗众取宠 追逐社会热点蹭热点 干扰当事人正常生活 以及一些等所谓接地气的方式来获取流量 博人眼球 值得注意的是 本批次会员企业报送的警示名单主播信息中 包含两名影响力较大的职业主播和三名演艺人员 以上五名网络主播音粉丝量较大 且具有鲜明的饭圈行为特点 有可能出现制造炒作话题 煽动大众情绪 组织粉丝 雇用网络水军控制舆论走向等风险行为 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分会 也对这五人的情况进行通报 有限不一般的